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及时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57集的节目 又到了我们节目的特产 铜号改造的变形金刚相关的作品 那他的话呢是使用了一位日本的这个变形金刚铜号画家的一个手稿 那么那位画家呢之前曾经有洛迪文啊 邦莫碧还有这个金刚王的这个插图的话呢 被做成是第三方的一个产品 那这几张图的话呢放在画面里头 各位一看也就知道了 那么今天的这一款的话呢 小李的话呢 他是用了其中一张闪电的手稿 下去做一些发挥跟创意 他使用了泰坦回归deluxe等级的浮膜呢 下去把它改造成三变的闪电 可以变形成老鹰跟乌龟的一个形态 那我自己把玩之后呢 我确实对这一款他的一个想法的话呢 是非常的五体投地啊 改的实在是太有趣了啊 尽管啊 当然这个手工的涂装啊 一些补涂这些粗糙的部分呢 大家就不要特别去纠结这一点 你可以去去理解一下他的一个改造的这个想法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等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三变呢 做成这样真的是不容易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变形成老鹰了啊 那不论是老鹰还是乌龟的话呢 这个手臂的手法呢 都是跟泰坦回归的浮膜式一样的啊 把它翻转前后翻转180度之后 这个地方小心的折上去 然后的话呢 我们先变成老鹰 那他这个头啊 已经已经是固定住了 是不能够拔下来的 我们把这个头啊 你往这里放下来 你就知道了 往这个地方放下来 到这边啊 果然是非常雄壮威武的感觉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一样啊 把这个原本浮膜 这个脚 它是整个翅膀呢 包覆成腿的一个形态呢 整个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往上面 这个脚啊 先把它往下放 往下放 然后的话呢 这个泡的这个部分呢 先把它给翻出来 到上面 到这边 这个呢 先躲过 它到这边 然后这个翅膀 放到这一带 那这样就行了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炮的话呢 给转到上方来 转到上方 这里 这个炮是可以伸缩的啊 然后的话呢 按照它的说法 变成鸟的时候呢 这个炮是要收进去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腿 给完全的给打开 这个完全的打开 这个不仅翻上来 到这边 好 到这里的话呢 这个鸟的一个形状呢 基本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 各位别忘了 它还是有武器的 这个武器呢 刚好可以把这个脸的话呢 给做一个遮盖 然后附带了这个兵器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有个插孔 再把它插上去啊 做出一个尾巴呢 更加延伸的一个感觉 你可以这样 当作是什么羽毛 拖在后面的一个样子 那么就完成了这一款 老鹰的一个形态 这个地方要翻上来 好 好不好看 我觉得 我觉得是挺帅气的啊 这个 然后后方的话 因为多多这两片这个翅膀 小翅膀在后面 所以它看起来更嫖逸的一个感觉 提琴也很大 然后这个头的话呢 是使用了其他的玩具 下去做一个改造的 那当然这个脚掌的话呢 这个你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一个摆放 这是一个俯冲 空袭的样子 你要让它能够站立的话呢 也是没有问题啊 调整一下后肢啊 就没有问题了 稍微的去 把它抬高一点 OK 也是可以做一个站立的 好不好看 我觉得 挺有趣的 那这个地方怎么转 这个是看你个人的偏好 这个反正你可以去控制一下 我们转到这个形象好了 好 那这是它的一个老鹰的状态 那它的一个所谓的第二个形态 乌龟的话呢 我觉得更有趣 而且它跟老鹰之间的转换呢 居然是如此的巧妙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翅膀给往上翻下去 头给放下去 然后呢 这个炮的话呢 我们先转到侧边 转下去 侧边 转下去 这些目的呢 都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旋转 这个前面 翻转完成之后的话呢 其他的部分呢 请各位的话呢 继续的把它回到刚刚的原位 推上去 一样回到原位 好 然后这个 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部分呢 不要全部打开了 我们就把它反折 最主要是要怎么样 把这个乌龟的前肢给翻到下方来而已 往上做一个包覆 到这边 然后 它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是 往上包而已啊 就这样 往上包 这里也是一样 各位应该有发现到了 它的一个差别在哪里 就是把这个下半身 翻转180度 就只有翻转180度而已 并没有其他的变化 好 往后包起来 然后呢 这个脚的话呢 因为刚刚的话呢 我们是 这个脚 不对 这个应该是往前方一点 对 往前包一些些 到这里 然后这个泡的话呢 是可以伸长的 这个时候就把它给伸出来 到这边 然后 这个 前肢 放下来 后面 稍微把它这个 后面的几个脚啊 都把它摆平一点点 最后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 刚刚翻下去的这个 鸟头变成 对 就是鸟头变成乌龟的头 那 我只能说 这个想法是 真的是挺好的啊 那这个调整的话 是要把它 调整 对了 对了 我就说奇怪 怎么刚刚没有 压得很漂亮 就是这样 把它往外面推一点点 好了 这个 所谓的乌龟的形态 这个 这个角度看 可能各位还不觉得怎么样啊 这个地方 它这里应该是可以转 然后这个武器 刚鸟形的时候 是差这样子 乌龟的时候 是差 往里头 这里 过来 把它给扣上 哇 这个 我自己 还蛮喜欢 它的这个 所谓的乌龟的形态 这里应该是可以转动 为什么 好像不行 扣这么死吗 那我这个前后肢 没有 这样子 扣扣 乌龟的 一个状态 好不好看 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这就主要就是上半步 有一个甲壳 把它包覆起来 那搭这个配色 我觉得也挺好看 这个是侧边 这边 然后这个好像是 这个可以收进去 是吧 对 这个应该要收进来 好了 这样子 乌龟的形态 好不好看 好吧 先不管它是乌龟 但是你肯定不会把它 当成是跟老鹰很接近 对不对 它肯定是属于地上型的一个生物 然后还有这两门炮 对不对 可以做一个伸长 我觉得这个改造 非常的好玩 有趣 个人强烈喜欢 这个形态 我真的亏 亏它想得出来 这样子翻转一下 就有一个新的形态 我真的是被这个形态所吸引到 而且它的一个老鹰 跟乌龟的翻转 就是把这个腰身翻180度就算完成了 那就挺妙的 利用这一集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